一月外 矯正署人員用棉被遮擋 借戶微經集團主席 沈慶晶準備返回臺北看守所 沈慶晶羈押禁見後 九天內二度 緊急送醫 他是另外的狀況 現在狀況很多 每次都不一樣 他現在身體有什麼狀況 今天好像上吐下瀉了 基於人道的考量 他 他要慎重的去調查 那最後當然還是尊重法院的決定 沈慶晶委員律師岳芳如 十三號晚間八點半 匆忙趕赴臺北地方法院地狀 申請聚保停止羈押 不過能否成功 還有待法官裁定 神經經濟押後 五號全身 出處送醫診斷 十一號二度遭檢方提訓 同樣坐著輪椅現身 不過右腿上疑似綁了導尿管 如今又再度送醫 身體狀況亮紅燈 若成功交保 是否會影響案件 偵辦進度 如果說今天有聚保出去的話 那可能檢察官最怕的就是 是不是會有穿證 那就影響到了偵查結果 或者是說他就逃亡了 那當然就直接影響到 偵查的進度 外傳檢方一度有意策動 沈慶晶轉為污點證人 公出實情 但萬一認罪案件起訴 金華城勢必得停工 對沈慶晶而言陷入兩難 先前律師曾私下透露 目前他依舊否認犯罪 只是看守所的生活和環境 讓他身體狀況越來越差 如今省慶晶拼交保 是否會因此透露案件細節 恐怕將替金華城弊案帶來變數 三線新聞和孟哲學湘雲 臺北蒼包到 不要怪神華城牆